非常的松软哦 我都舍不得把它撕开 如果你没有专门的纸杯 用普通的杯子也可以 大家好 我们来做一个最基本的蒸蛋糕 100毫升牛奶 用微波炉打20秒 把它打到温热就可以了 然后放入3克左右的酵母 把它调一下 温热的牛奶 对于这个酵母的火化有帮助 好 放到一边待用 然后 碗里刻入一个鸡蛋 加入3到50克白糖 这个糖的多少自己调控 30克到50克都可以 然后用打蛋器把它打发 再放入一勺色拉油 5克左右 搅一下 把牛奶倒入 把货有酵母的牛奶倒入 然后充分搅拌一下 然后再放入100克低筋面粉 可以给它过一下筛 这个面粉呢 你可以过筛 也可以不用过筛 这个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用酵母做的 它的气孔是肯定有 多少会有一些的 它没有用泡打粉做出来的 那么均匀 朝一个方向给它 搅拌均匀 要充分的搅拌均匀哦 这样多多搅拌几次 看到里面还有没有面粉的颗粒 这是喜欢柠檬味的 你还可以给它放 放两滴柠檬汁 家里没有柠檬的也可以不用放 因为这是基本款的蒸蛋糕 现在我们就准备 放入的容器 这种纸杯 这种纸杯 还有这一种 如果没有这样的纸杯的话 用这个普通的杯子就可以 好 我们现在把它一个一个的放入 放入它的一半 二分之一满就可以了 要给它刷一点油 刷一点油等一会儿好取 然后也给它放一半满 放入一半满 一半满 先把它放在锅里面 然后掺入 杯子一半的水 好 用中火加热20秒以后 就把火关掉 以它不烫 手可以放下去不烫为止 如果烫的话 就很容易把酵母汤熟 然后盖上盖子 等它发酵 发酵20分钟左右 我们再蒸 发酵了20分钟以后 大概就发酵的差不多了 这个还是要看大家的具体情况 你自己观察 有的 有的可能十几分钟就发好了 有的可能要30分钟才发好 自己看嘛 就是说它 你觉得 比之前稍微就是胀了 胀了二分之一起来的话 那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是用平底锅蒸 为了不让它滴水 你就要弄一块布 把锅盖盖起来 用蒸笼的话就不需要 用竹质的蒸笼 如果你觉得有水气的话 你就把它 用一块帕子把它包起来 现在就给它盖上 开中大火 给它蒸10分钟就好了 时间到了以后 我就给它关火 关火 然后还是让它焖个几分钟 等它热气散一下 不然的话它会回缩的 不要太着急的好 就是最好是等个三五分钟 再开盖子吧 现在把它拿起来 最后取的时候 用一个不粘的筷子 也可以把它取出来 就是这样的 揭开盖子的时候 要尽量让它水蒸气散进了以后 才揭开盖子 而且要注意那个水滴 不要滴到它上面了 水滴滴到上面 就会成这个样子 它中间的这个层次 是相当好的 所以说 家里面没有 不需要特定的这种纸杯都可以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